在街市可以做些什麼呢? 除了買菜之外,原來也有很多隱世的美食 剪剪剪剪,一碗新鮮滾意辣的牛雜就完成了 牛肺,牛舌,牛肚,牛肚 一些牛身上不為人知的部位 蚊在同一個鍋裡就變成了人間的美味 如果是吃之前點一點辣椒醬 小心吞著自己的利落肚 通常人們都是吃正牛雜,就是牛雜蘿蔔 牛肚最大腦的,就是牛筋 我們全部回來,一湯完牛回來之後做我們有拿貨 一拿貨回來就直接洗,洗完就直接去做 新鮮牛雜你不洗乾淨,有很大的味道 所以一定要洗乾淨才可以清蚊 我們這些牛雜就沒有下香料,沒有下剩 因為始終新鮮牛雜就盡量清一點,吃鮮味 跟外面那些就有少許分別 或者你覺得牛雜周圍都沒有什麼不同 但是自己這一份剪了60年,都是一樣新鮮的牛雜 你又吃過沒有呢? 五幾年就在營地大街下面開了 到九幾年就搬到這裡 都六十幾年就有 其實我們做了這麼多年,都是想儲藥質量 就不會偷溫鑑料,儘量就洗乾淨這些東西 就可以讓客人吃得放心一點